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紅洋 聖經他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以有之事後必再有 以行之事後必再行 陽光之下他是沒有新鮮事的 那投資人在操作股票的過程之中 其實最常遇到的 就是不知道去怎麼判斷行情 那不知道在怎麼判斷行情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發生追高殺低的問題 所以投資他是有一套公式 跟方法在運作的 那你一直都沒有這套公式 跟方法的時候 你就變成法人的魚肉 你就變成法人的羔羊 那你要怎麼樣戰勝法人呢 你就必須要有經驗 你就必須跟上一個最強的團隊 那昨天呢 我們在直播的節目當中 也有跟大家講過 大家要注意 過去川普所帶給我們的啟示嘛 如果你現在呢 還不了解我們的直播節目在哪邊了 我們的電視下方有個QR Code 那你可以在QR Code裡面掃一下 那你就知道說 我們的LINE AT的帳號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AT 那我們在LINE裡面呢 會發布一些訊息給大家做參考 再回歸回來行情 指數呢今天受到美國股市大跌的影響 所以呢盤中也中錯了將近兩三百點 但是呢 昨天我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你一定要看川普當時當選總統 所帶給我們的啟發 第一點 川普那時候當選總統的時候 台股也是大跌的 但是在大跌的時候 他是隔天出現一個大幅的反彈 反彈之後他是不是再破了一個底 破底的時候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外資他是大賣的 九天的時間大賣了八百多億元 九天時間大賣八百多億元 可是呢 他在大賣八百多億元之後 你有發現行情開始直穩直穩直穩 直穩就開始向上攀升了 然後就來到萬點行情的啟動 有沒有很有趣 所以呢 你當那時候大家都在急殺 急殺 急殺的時候 融資大減 外資大賣 我想問大家 你的籌碼被誰接走了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件事情 投資人常說都會去分析什麼 都會分析基本面 分析技術面 分析籌碼面 但是你有沒有去思考現在的資金面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叫資金面 市場到底存在的多少資金 他還有未來有多大的買盤 他可以幫助你 來拉抬你的股價 這個很重要啊 可是沒有人會去探討 所以當昨天台北股票市場小跌23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下了一個結論 我說整數價為他不是支撐 所以10300點絕對會破 絕對會破 因為歷史一定會再度重演 而且那時候外資是大賣 三天的時間大賣560億元 同樣的 我也問大家一件事情 外資大賣的這些籌碼 誰接走了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件事情啊 然後你就 急急忙忙的把你股票通通砍殺掉 昨天大跌簽點 今天早上開盤第一件事情先砍股票 那你的籌碼被誰接走了 如果說你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在股票市場當中獲利呢 所以這個是不是川普行情給我們的啟示 你有沒有發現這很像啊 那今天是不是再度破底 破底的時候 九天大賣800億元 我告訴你外資還會繼續賣 因為美股在跌 外資絕對繼續賣 但是呢 你要思考的是 外資賣就真的不好嗎 那外資如果騰出很大很大 一筆資金的空間 那這一筆資金 未來是不是還要繼續買台股 那行情是不是就要啟動了 誰幫你把整個股價墊高了 幫你把股價墊高的時候 你還需要恐慌嗎 所以呢 你只要知道這一點 當你今天你就不會殺在指數的最低點了啦 操作是不是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我都幫你們先演練好了嘛 我說昨天就直播的時候就告訴你 整數關卡絕對不會是最低點 但是呢 當他在破低點的時候 你就不要恐慌了 因為市場的資金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你反而要去找 找什麼 找可以佈局的標的嘛 這是不是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還是你永遠都只有害怕 那誰接走了你的籌碼 誰在偷偷的在買台股啊 你有沒有發現說 當你大家在恐慌的時候 有一筆資金 他已經先進場了 台股呢 7日的籌碼分析面你可以看到啊 外資大賣喔 投信大賣喔 自營商大賣喔 總共賣了170億元 那八大航庫只有接24億元 但是台股有沒有跌 沒有 那這些資金誰接走了 那你今天在跌下來的時候 你需要去害怕嗎 資金的流向才能決定 未來行情的方向啊 那你現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要找到這些資金 到底流向何方 那這些資金 到底他要買的標的是什麼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這一點 你就能夠掌握到未來反彈行情 最大的一波反彈行情 所以投資人最常遇到的三件事情 是第一個 行情的判斷判斷不清楚 該砍的時候不砍 該買的時候不買 第二主流的選擇你抓不到 因為你不知道市場的資金 到底流向何方 第三個買賣的依據在哪邊 你要怎麼樣進場 你要怎麼樣出 這些你都沒有 那你評的是什麼 別人幫你補的嘛 昨天那個老王跟你爆了一支股票 你去買買看 昨天那個小張又爆你一支 然後你又去摳摳看 結果你又發現自己 越買越多 越買越多 結果行情一下來的時候 全部套牢 就是這樣啊 然後等到大家都要跟你講說 快喔 快跑 因為整個股票市場超爛的 然後全部砍光光 然後發現自己砍在低點 這個就是散戶的悲哀 你知道嗎 你要做一個聰明的散戶 散戶不是不會賺錢 有很多像犀利姐這樣子 很厲害的散戶 但是他們都有一套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他們能夠抵抗市場 那種情緒化的反應啊 尤其是現在大凡在跌的時候 很多好的股票會冒出頭來啊 很多好的價位才有可以減嘛 地上全部都是鑽石 就看你抓不抓得到而已 我現在隨便一抓 再怎麼樣我都可以抓到好股票啊 不是這樣嗎 但是呢 現在大家都在什麼 把鑽石往外丟啊 不是這樣做的 你要判斷整個產業的趨勢嘛 所以呢 當國劇開始漲價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說你要注意啊 被動元件 雖然說最近被動元件 漲價的題材又開始了嘛 雖然說最近這個股價表現得不是很好 很正常 大盤在跌嘛 但是呢 我告訴你說被動元件最重要 你要看什麼 通路商啊 3090的日電帽上週也跟大家講過啦 當它出現一個多頭吞噬的時候 誰在買的 誰在買的 而且我們的指標也開始向上了 指標向上還出現一個買訊 為什麼 價格開始出現有支撐了嘛 所以呢它開始上來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說 欸這檔股票很特別 你要特別留意嘛 所以大盤最近是不是在跌 但是你有發現日電帽 為什麼它可以相對抗跌 我告訴你啦 現在股票沒有跌個三成啊 不要說跌三成 只要你的不跌 你的股票不跌 都是很強的 都是很強的 因為散戶投資人第一件事情 一定先把 有賺錢的股票賣掉 但是呢 他都不知道說 那個有賺錢的股票 後面還會賺更多 因為他受到市場的恐慌了嘛 那他為什麼會厲害 我告訴你啦 現在沒有辦法去反應他的獲利數字 一月份元月營收啊 來到9億喔 是比去年年增三成耶 比上個月比還增加了52%耶 現在市場大家都在恐慌 好消息他不會反應 但是呢他只是延後而已 等到大家穩定下來了 平靜了 你會發現說 哎呦這支股票怎麼這麼好 我當初怎麼沒賣 然後你就來不及了 因為他會衝上去嘛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才能抓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啊 同樣的值得也是一樣嘛 當市場的資金啊 開始出現了一些流露跡象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什麼 你會記得買嗎 那時候是1月5 1月15號的時候啊 值得1597的值得嘛 也是在我們直播節目跟大家講的 但是啊 你會發現說有資金流露的股票 他就特別的強 大盤在跌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是嗎 他是不是也是逆勢抗跌耶 為什麼這種股票可以逆勢抗跌 大盤是這樣喔 你看大盤是這樣落喔 但是我們的股票是這樣子喔 為什麼 錢在裡面嘛 你買一張 結果對方買的是500張 那你覺得跌一塊下來 是你要怕還是他要怕 所以我們要操作的部分 就是要先找到資金的流向 因為他才能幫你看到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啊 所以我們用的是一套金流選股的方法嘛 在2月5號的時候我就告訴你說 L3030的得率 金流已經選股選出來的這一檔股票 而且只有四檔而已喔 四檔裡面你可以挑一檔 2月5號的時候大盤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啊 2月5號是從這邊開始跌下來的嘛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3030的得率它是怎樣 哎唷 逆勢創高 為什麼 我需要弄到十檔白檔 有漲就算績效嗎 不用 四檔就夠了 四檔就夠了 所以呢我們是一個 懂產業 而且有技術 又懂得資金流向的人 我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 投資的新典範啊 不需要跟大家一樣 每一檔股票是漲停板 那跌下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今天沒有漲停板的時候 它還能挑得出股票來嘛 行情 股票市場的操作 不是這樣子的啦 你一定要跟上一個最專業的團隊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要懂得創新啊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如果你還在孤軍奮戰的朋友們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不要再只有挨打的份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紅洋出力操作出力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再次付投資風險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 8773 8859